那么什么是世界冒泡呢 已经后面说了世界委托 它们两个是有关联的啊 好 那么这个字字典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面试中也是会经常考的 而且这个字典怎么样呢 可以检验啊 可以检验你到底有没有真的 深入学过JS啊 那么这个字字典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什么 拿这个字典去考一下别人 是吧 比如说别人如果说 真的学过JS的话 你可以拿这个字典问一下他啊 你说一下什么是世界冒泡 或者再说一下什么是世界冒泡 是吧 如果他说不出来啊 那么今天你们学完之后啊 就可以鄙视一下那个人的啊 别他啊 你不是说过你学了JS吗 世界冒泡也不知道是吧 是吧 今天可以学完之后就可以鄙视一下他啊 世界冒泡和世界冒泡这两个东西 实际上是很有用的啊 就是在我们的程序优化的时候很有用啊 而且的话怎么样呢 有些效果底 如果不学这个东西的话 他有效果底做不出来 是吧 而且你还不知道怎么做 是吧 做不出来啊 而且这个东西的话也是什么呢 就是 比如说比较 比较大的公司吧 他想问一些深入的问题的时候 他会问这两个是吧 世界冒泡以及世界冒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冒泡是怎么一回事啊 好 世界冒泡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对象上触发事件的时候啊 触发事件的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对象怎么样 会把这个事件往上传 传到他的负极 负极传完之后 负极的负极再往上传啊 一直传到最上面去啊 这个叫世界冒泡啊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面绑定了函数 那么他就执行 如果没绑定函数 他就不执行 但是这个世界还是会往上传啊 这个就叫世界冒泡啊 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 一个世界冒泡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原理啊 世界冒泡的基本原理 好 世界冒泡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什么呢 来一个三层的一个什么 签套的盒子 是吧 三层签套的盒子 比如说这个 那三层签套呢 比如说来一个 首先是一个盒子啊 一个是 这个盒子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什么 Grandfather 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爷爷吧 是吧 是爷爷吧 Grandfather啊 Grandfather Grandfather里面 再包一个什么呢 father吧 father啊 Grandfather里面包一个father father里面 再拿一个什么 SUM 是吧 SUM吧 好 这三层结构 是吧 三层结构啊 好 那么这个三层的 签套的DIV 是吧 三层签套的DIV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它会 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 这个什么呢 什么样的效果 是吧 好 好 这三层签套DIV 是吧 然后我们来把GIS引进来啊 SRC等于这个GIS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JCORRY啊 好 接着我们来写一下这个GIS啊 然后我们来绑定他们的事件是吧 绑定事件啊 好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呃这个 先写一个REDI是吧 REDI啊 同样的要从页面上获取它啊 好 首先的话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个SIDE上面来绑定事件是吧 SIDE上面来绑定事件啊 好 那么绑之前的话 这几个东西是不是都没有什么 它里面都没有宽和高吧 是吧 在页面上显示不出来啊 所以说我们还得设置一下样式啊 好 先先写一下样式吧 比如说这个样式的话 比如说这个Grandfather啊 这个Grandfather Grandfather他的什么呢 宽啊 宽是假如说是 宽是300是吧 300PX啊 高也是300 300PX 然后背景色的话 给他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Green吧 Green啊 好 然后是这个 再来一个什么 这个Father吧 是吧 Father Father的话 那么他的宽是什么呢 200啊 宽是200PX啊 高也是200PX 然后他的背景色的话 给他来个Gold是吧 好 再来一个Sun Sun的话他的什么呢 他的宽是100是吧 宽是100PX啊 高度是100PX 然后给他背景色来个什么Pink是吧 好 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给大家看一下 是吧 这样一个布局吧 啊 这个布局 好 这两个颜色 你的相差 相差不大 是吧 给个Red吧 相差大一点啊 Red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大概是这样的 是吧 这样的 三个 这是Sun 这是Father 这是Grandfather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 呃 布局写好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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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写写这个JS啊 首先的话 然后我们在这个San上面来绑定一个Click 四键是吧 然后给它执行的函数啊 比如说这个San的话啊 这个San的话 Dollar什么呢 这个点San吧 是不是选中了啊 然后什么呢 Click吧 Click Click完了 Function是吧 Function啊 好 然后的话 它干嘛呢 我在这个里面要干嘛呢 让它弹出一个1 可不可以啊 Alert一个1是吧 Alert一个1 可以吧 弹出一个1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弹出一个1啊 好了 运行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好了 刷新一下是吧 刷一下之后 那么点击这个San是吧 点击这个San 是弹出一个1吧 这个没问题吧 是吧 没问题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 把这几个都绑四键 比如说这个 这个也绑四键 然后在四键上面也放函数啊 这个也绑四键 上面也放函数 是吧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San 然后这个Father 是吧 Father的话 Father的话 然后它点击的时候什么 弹出一个2啊 好 在这个Grandfather啊 Grandfather的话 那么就Grandfather啊 它就弹出一个3 是吧 那么它们的四键都相同吧 它们四键是不是都是克里克四键的啊 但是它们弹出的东西不一样 是这样的啊 弹出东西不一样啊 好 好 这三个如果都反对这个四键 我们来讲 我来点击一下这个San 会实现什么问题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我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我们来点一下这个San吧 这是San的这个范围吧 好 点一下它是吧 点它之后怎么样 这个弹出一啊 好 弹出一 我点确定是吧 看到没有 2也弹出来了 看到没有 2是不是弹出来了 好 看到没有 3也弹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是什么回事呢 这是什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什么呢 世界冒泡的原理啊 世界冒泡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这个San 这个San上面绑定了一个克里克四键吧 它怎么样 它会把这个克里克四键往上 往上什么 传递 就类似于我们平底有一个气泡 会往上浮吧 它会往这个负极传递啊 它什么 点击了这个克里克四键 如果它上面这个克里克四键 绑定的函数怎么样 它就执行了吧 执行弹出这个1啊 然后它把这个克里克四键往上传啊 往上传之后 负极接到的这个克里克四键 如果负极的克里克四键 绑定了函数的话 那么负极怎么样 也会执行吧 也会执行啊 那么就弹出2吧 好 负极的话 这个完了之后 它还会把这个克里克往上传啊 传到这个Grandfather 就问这个Grandfather Grandfather也接到这个克里克四键 那么如果这个Grandfather 这个克里克四键 也什么 绑定了函数 那么它也会执行啊 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如果绑和不绑 怎么样呢 它都会把这个四键往上传啊 都会接受到这个四键 就是说 如果你绑定了四键的函数的话 就执行 如果不绑定的话 怎么样呢 就不执行 但是它还是会往上传啊 是这个 是这个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 那如果说什么 如果这个第二个这个这个 这个发者 没有接受 没有什么 绑定这个四键吧 没有绑定这个四键 但是它 但是的话怎么样呢 它会接受到这个四键 而且把这个四键往上传啊 但是它不死定这个吧 是吧 这个四键上 它没有绑定函数 但是它 它会怎么样 接受到这个四键 然后的话 还会把这个四键往上传 这个意思啊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点击一下这个三的话 怎么样 是不是弹出一啊 是吧 弹出一完了之后 再怎么弹出三 是不是这样的 弹出三啊 就是什么意思 它介绍 它的克力四键 传到它 它在传到它 是吧 那么它上面 接受到四键 但是没有绑定函数 是吧 所以说它就不止行 但是它是四键 还会往上传 记得吧 就这个意思啊 一直往上传啊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 是吧 你这个什么 往上传 我不认为是往上传啊 你点的这个站的位置 这个位置也是发着的位置啊 是吧 那么也是什么 关的发着位置 是吧 它们都占有这个位置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点的同时 应该是可能是 点的时候传下去了 是吧 不是这个往上传啊 我不相信它是什么 这个传到它 然后它传到它啊 好 我们来接下来 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大家都清楚了啊 它不是通过那个 通过这个位置的 通过这个位置往哪里传的啊 通过 它还是通过标签往上传的啊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来这么做啊 把这个father 我可以给它一个什么呢 把这个father啊 或者grandfather吧 我给它一个定位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给它一个position relative 是不是可以啊 relative啊 好 然后的话 我把这个站给它定位下来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比如说position 给它一个absolute 那么它怎么样 这个扇是不是往上找定位的元素啊 先找到他吧 他是不是没定位啊 father没有定位吧 好 那么它接着往上找 找到他 他定位的没有 定位了吧 是吧 grandfather是不是定位了 那么他以他的左上角为参照来进行定位吧 是吧 好 比如说它的 love的 love的给个0啊 好 top的话 我把它定位下来啊 top假的给个什么 400px 它是不是定位下来了 好 定位下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盒子是不是定位下来了 好 如果我点击它的话 如果按照刚才的原理 应该点不到它和它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点击它 点它 是不是弹出1啊 好 照样会弹出3吧 照样会弹出3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传上去了 那么呢 传的这个 这个过程的话 不是按照这个 不是按照这个网上传的 是吧 比如说我点击它 才能往上传 是按照这个标签的顺序 往上传 比如说 它发生了克里克事件 然后 它就往上传 传到它的复级 是吧 那么复级的话 接受到克里克事件 如果板传数的话就执行 如果没板传数的话 那么就接着往上传 是吧 没板传数就不执行什么 但是还是接收 而且往上传 传到它的 关的发的吧 关的发的接着怎么样 按照这个事件 然后执行它的还数 好 这就是什么 事件冒号 实际上原理的话 也不是太麻烦 原理的话就这么简单 就是往 沿着这个标签书写的顺序 按照这个标签的顺序 往上传 不是按照布局的这个顺序 标签的顺序 布局的话 都可以打乱的 布局随便定位 可以打乱吧 是吧 好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事件冒号 事件冒号 比如说我把这个放开 把这个放开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它们三个都什么 都可以什么 执行它对应的还数 是吧 好 我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点击它 弹出一吧 好 传递到它 弹出二是吧 再传递到 关的发的 弹出三 好 这个就是什么呢 事件冒号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事件冒号的话 为什么有这个机制呢 是吧 实际上的话 我们这个事件冒号 是为了什么呢 利用它来帮我们做些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用这个事件冒号 实际上是为了帮我们做这个什么呢 做事件委托的这个事情 为了帮我们做事件委托的事情 所以说设置了这样一个机制 设置这样一个机制 但是这个机制的话怎么样呢 这个事件冒号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它 是吧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它 因为有些效果我们不需要它 有这个机制的话 反而会影响我们做一些效果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先要阻止世界冒号 不让它世界冒号 那么的话 现在的话我们先什么呢 先来看它什么 阻止世界冒号 所以说我们先来看它什么呢 先来看它不好的地方 是吧 它不好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 然后再看它好的地方 是吧 好 这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嘛 先听好的还是先听坏的 是吧 那么你先说好的吧 是吧 我们先看坏的 是吧 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要什么呢 阻止它 阻止它 这是老外的习惯 是吧 老外的话 说话是先什么 先把什么 坏事先说出来 再说好的 跟我们中国人刚好相反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不好的地方 是吧 不好的地方 走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阻止世界冒号 好 好 那么阻止世界冒号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 用什么方法来阻止世界冒号呢 用这个 Event 什么 stoppropagation 这个方法来阻止世界冒号 好 这个单词的话 也够够长了 够长了 好 阻止世界冒号号 我们怎么阻止呢 那么就用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阻止 假设说的话 我们这个 算 它发生了 这个click事件 好 我不让它往上传 我这个click 就让它 执行就完了 就让它 获取就完了 不让它获取也不让它获取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如何阻止呢 那么这么阻止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 事件发生的时候 实际上都有一个什么呢 event的这个对象 这个event的对象是怎么用的呢 就是你要用到它的时候就用啊 不用到它的时候就不用啊 用到它之后 你要怎么用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个小号号里面 可以传一个参数 比如说你传一个a 那么这个a的话 就是这个事件对象啊 你传一个b 这个b就是这个事件对象 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传什么 就用什么啊 就是个参数 这是第一个参数 它就是指的一个事件对象啊 我们一般写什么呢 写它 写成一个eve 是吧 或者写的event 是吧 event是要的完整写法 这个event本身是事件的意思 是吧 好 那么如果我们写event的话 就可以用它了 是吧 传的这个参数就会用它了 怎么用呢 写一个 这个参数 它上面的一个方法 是吧 这是一个对象吧 事件对象 它上面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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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会儿的话 有更好的用法 更好的写法 只是在这里解释一下 stoppropagation 是吧 stoppropagation之后 怎么样呢 这个事件就在这个地方阻止了 好 那么这个event event就是 event event是什么呢 发生事件的时候 发生事件的时候 的事件对象 对象 通过参数 通过第一个参数传进来 使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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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通过第一个参数传进来 第一个参数 传入 传进来 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用它的时候 你就在里写个参数 不用它就不写 是吧 下面这个地方没用吗 就不用写了 是吧 不写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通过 这个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event event的对象 上的 上的这个方法 是吧 stoppropagation这个方法 sortpropagation的方法 方法 然后什么呢 阻止什么呢 阻止世界冒泡 阻止世界冒泡 好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会出现什么效果 是吧 来看一下 好 出现什么效果 我们来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 是吧 刷新一下 刷新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来点一下这个 什么呢 点一下它 是吧 好 是不是弹出1啊 弹出1之后怎么样 确定 没了吧 阻止的啊 别往上传的 是吧 我救它发生事件 是吧 这个事件不要告诉 这个父亲 也不要告诉 这个什么呢 官的发的 是吧 好 这是阻止世界冒泡啊 好 那么你这个阻止的 这个世界冒泡 为什么要阻止啊 你做这个效果 好像没什么意义 是吧 没什么意义吧 没什么意义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我们接着 肯定会有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阻止世界冒泡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大家先把这个例子敲一下 好吧 这个例子敲一下啊 Ну settlement 我 瘍 划 好了